欢迎大家12月应该12月没有跑掉 因为很多人12月就不要补习啦什么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明年是考同考了 明年初三然后就会考同考 那这个上课规矩呢 我是上了上了网课过后呢 我就决定说应该要对你们严厉一点 不然的话很多人挂机 当然我也是发现到了 我当然是知道有谁挂机的 因为有时候Google那个Google form又没有回答我啦 然后又问问题啊 可能都不会回应的 OK 当然我们这个补习节我们其实都有在讨论 全部其实都建议开webcam OK 所以请你们现在把你们的webcam开起来 OK我会去看一下你们有谁有在啊没有在 OK那今天如果你讲哎呀老师我不要开了啊你 我最多给多你们几个啊几天几个礼拜的时间 OK你不要跟我讲啊我没有没有webcam 然后又什么不要开的啊这个是其实是啊让我也认识下你们啊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也开 我也开webcam comment那边回答啦OK然后如果有什么提问的你可以直接啊没有啦因为comment那边呢是比较难 呃我好像没有什么 声音的没有给我一个信了所以我不知道有人 有人写comment的OK so直接的可以可以unmute直接回答啦 直接问问题没有问题的 然后放学的时候呢很多他突然间就跑跑掉然后有也也也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在听啊有些甚至是挂在那里我都没有走掉了都有 都有所以希望啊大家礼貌上了啊跟老师讲真谢谢 comment写也好啊讲也好啊 让我至少要知道啊我不是一个人对着墙壁讲话 OK so那我们先 先第一步呢我先告诉你们啊这个google classroom 旧的那个我没有在用了 alright so这个是新的我写在comment这边 你们用 不要用学校的 好不要学校的用你们私人的户口 私人的gmail 加进来 OK我会用这个新的 啊 来上了啊 都有什么资料的我都会放在那边 OK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开始了看一下有谁有开 啊没有一个开 刚才 好像是加明有开一下然后就看到其他人不要开你就不要开 不要这样呢 啊全部一个两个不开 10点 哎 君生讲他没有补OK 君生没有补 那是君生没有补 OK 这样薄君庭啊好像还有薄君庭 说商议刚才好像看到进来了还有 伟汉呢 OK 那话不多说我们进入啊出山的课程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出山的课程大概是怎样 他也是一样呢 有上下两册 第一章 他是有分单单元的 虽然每一次我们都不理那个单元了 啊 其实是整个单元其实是有连贯的 啊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单元呢 啊 他是化学的东西 然后有讲到酸跟氢气了 然后会有讲到盐 盐盐盐 OK 三个连在一起的 然后会有讲到氢气了 因为 酸 制造氢气的那个方法呢是有用到酸的 OK 这个就是他们有连带的 关系了 所以这两张呢是一起的 然后还有接下去呢他又讲到一些矿物的利用 比如说金属啊 非金属啊 然后还有一些钙 有一些 矿物那些矿物啊包括了这个硅酸 硅 硅硅盐啊就是有SI的 然后silicon 然后还有一些钙的 还有硅有钙的 然后这个就是第四章的部分 所以金属非金属呢有包括了金属活泼是顺序 活泼顺序啊这个是 有一些老师直接的是叫你们提早已经备好了 OK so anyway真正来讲是在这个位置 啊才会教你们上的啦 然后这个是第1第2单元呢 就是讲关于化学的东西 所以呢 金今年呢 一开始的 啊 四章都是非常 呃全部 啊 呃全部都是化学的 所以很多学生呢 我发现到新的新的课本 教下来的很多 学生是化学比较弱 所以因为 可能是顺序上会有点调整吧 so 呃 然后今年 叫你们已经背的那一些呢 请你们 啊 赶快的 pick up 起来啊 比如说前面的20个啊 啊 青海黎皮蓬 炭炭养腐奶 纳美里归零 琉璃 不要加改这20个的啊 符号 跟那个顺序都要背好来 然后 各个的 啊 还有一些 特别的一些化合价 啊 那些都要 so接下去呢 就讲到物理了 那物理的话呢 呃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机械能 啊 机械能就功啊 功率啊 啊 词典我们会提到啦 然后还有一些 日 日传递 日传递有哪一些呢 是有日传导 对流辐射 啊有一些你们PT3啊 Science那边已经有接触过了的 然后还有的就是 能量的转换 啊 能量转换之前其实都有 Sideway的提到一下 只是这一边呢会更加详细的讲解 机械能转热能啊 电能转热能啊 等等的这些 能量守恒定律 然后接下去呢就讲了生物了 生物的一些食物 营养 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啊这个是消化的啊 第9章是消化系统 第8章是讲有哪一些营养 所以这8跟9呢是非常 关系非常密切的啊 两个章节来的 然后的第10呢就是讲到运输了 啊这个心脏啊 啊血液循环了 啊 所以 这个的联系也是有了 你消化了过后你的 你的这个食物呢就是由这个 血液系统的去循环去全身 啊当然呼吸系统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啊 今年都有上了呼吸系统 对吗 呼吸的时候吸入氧气 啊 经过扩散 然后进去你的血液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已经有上了一点点 有关于这个血液 啊什么呢 这个红细 红细胞是运输 氧气的 对吧 主要运输氧气的 然后 血浆是主要运输二氧化碳的 所以那个已经是有带入了一点点 那这个部分呢 讲完了之后呢 你就对 血液系统呢 就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 OK 那下册的话 下册的话呢 上的比较快 然后他的东西呢 老实讲的重要性是比较低一点 比如说第1章 第1单元是讲生物的啦 生物的 然后 他的那个 那个深度呢 也没有讲到太细 有一些东西 很像说以前的话呢 遗传啦 遗传的那个染色体啦 等等的 我们会讲的很细 那新的课本呢 就没有讲到这样细了 sorry啊 进一下电脑 Hello yes 啊啊啊 啊哈 啊有有有 呃我 不过我现在在上课 我可以迟点再跟你讲吗 啊 你whatsapp给我 我再 啊 再再回你 你whatsapp 啊你whatsapp 你whatsapp资料给我 我迟点上完课 我再 啊 回你了 好 好 谢谢 啊我跟你讲很多人的在12月的时候要开始找补习的啊真的 Casko是什么啊你直接按那个另好吗 啊 蓝天辉 啊 如果你是要用class code的话 哇 嗯 这个啦 这个class code OK 我讲到哪了 OK 以前呢这个遗传的部分会讲到比较细 所以有一些同学是昆城来的昆城的生物上的比较细 所以以前的课本的东西他们都会要上 所以可能我上的啊那个那个 呃有些东西呢你们课 学校有上但是你会看到我这边我只是轻描淡写带过 啊因为新的课本其实是调到比较浅了的 OK so但是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还是可以问我的啦 OK 然后呢就是这个生物的演化 然后也是一些比较 很含糊的东西来的啦 初三呢你会看到老师上了很快呀 飞很快的 尤其是初三下车 初三下车基本上在三个月就上完了 啊 是非常不是这么重要的 一些章节 然后还有的就是第四 第五章呢是天文的 啊天文的星与星系 之前有上过太阳啊 太阳还比较重要啊 太阳啊月球啊 那个还比较重要 星与星系呢就讲到这个恒星的演变 啊 也是OK啦那个PT3也是有注重的这个部分 然后第八呢 宇宙探索 哇讲到的一些是 更加的 更加的怎样讲呢 有讲到这个星云梭啦 比较 可能会比较 看起来呢 会 比较讲像算是讲历史啦 啊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宇宙啦等等的 OK 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很多老师也是飞过啊 不太注重的这个 部分 OK 然后 再来的就是物理的部分呢 我个人是觉得很重要啦 啊杠杆 杠杆好像没有记错 你们好像初一就已经cover掉了 啊 PT3 I mean PT3的部分呢 杠杆呀 有分第1类杠杆 第2类杠杆 第3类杠杆 啊有支点的 啊有这个 施力然后 啊等等的啦 啊然后这个是 华轮 哎华轮组怎样计算 然后电的话呢 啊初二的时候你们有接触到了电啊 对不对 有什么并联啊串联啊 这个部分呢就更加详细的告诉你 教你怎样计 呃运算 来这个是比较重在运算的部分 然后还有的就是电能 啊电能 因为呢他一定要教了工 他才可以教你呃讲算电能 啊所以就是要等到初三上了那个工了之后 他才会上这个电能了 啊所以他你会看到旧版本我们一次过上完 啊学生上了很乱 啊现在的版本呢 我们就拆开来啊 啊把运算的部分呢留在初三 OK 所以初三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呃 交基酸 还有一个是transformer 那个变压器就是transformer OK 所以还有的就是波波当然你们也是已经接触了 像这个声音的部分呢 我们就有讲到这个众波对吧 啊声音是众波 然后啊什么是超声波 就是超过2000Hz的 然后赤声波又是什么呢 赤声波也是听不到的 他是 啊频率少过20Hz 然后电磁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光波 啊光其实也是一种波 所以初一的时候我们上声音上这个光 对吧 然后这一边呢我们才告诉你他整个背后的那个物理 啊背后的物理是怎样来的 OK 这个波的整个啊东西啊 的理论 而过后呢第四章就最后一个part 啊有讲到化学的部分呢有讲到这些资源的利用 啊有包括比较重要是在水资源吧 啊水资源我们有讲到水是怎样啊进化的 我们从这个水坝那边怎样进化 然后 呃有经过什么有 有经过加鸣帆沉淀吗啊然后又 这个上过了吗这个好像上过了又好像没有 所以华文版本甚至来讲其实在这个位置在上 加鸣帆让他沉淀 然后过滤一边 然后再加氯气杀菌 然后有时候加火星炭让他吸收那个异味 然后就会去到你的家了 OK 所以这个是 呃比较多是在这个水资源的利用 然后怎样呃 呃还有一个是硬水啊啊什么是硬水什么是软水 所以在这边的就会带进来 然后还有的就是能呃能量可持续 利用 啊 之前有讲到能量守恒定律有 讲到能量 基本上其实我我我个人是觉得已经讲完了的了 然后这边只是说在在延续一些比较人文的一些东西 啊所以怎样 节省能源呢 废话来着 OK 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后面的这个 下策的很多老师呢 甚至是不上了有些其他学校的老师呢 是直接的是给学生的做 所谓的学识答 就让学生自己发挥自己去读一下 然后 这个11章呢 还比较重要一点的就是他会有讲到一个 食物链 啊讲到食物链什么是生态系统什么是种群 啊这些东西的区分这个是比较生物的 所以第 第四章呢反而是生物化学物理的都会综合在一起 啊就是 都一张呢是有化学的一张是生物 一张是物理 所以初三的课程来讲呢 如果你问我呢 他是 偏重化学还是偏重生物 其实三个都有 啊但是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的这两个章单元呢都是化学 所以啊 第一个印象呢很多学生就认为啊 初三呢 是比较中化学的 OK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是 三个都有啦 三个都有 OK 那我们 粗略的介绍过我们初三的课程 所以我们就先进入 啊这个初三的 啊 第第一章 alright 所以我心经 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 提早上嘛 就是12月就开始上 所以我上课的方式可能比跟 呃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好像是在赶课 哇直接就进那个 脑子的部分 然后 啊 课本 课本是怎样我的好像 就这样 等老师上 但是我现在不可以等老师上啊 因为我是比老师更快的 OK so 啊 PP powerpoint的话呢 我也不打算上了 当然我是有他们中华的powerpoint but 我会先 啊 从课本 啊 当然你们有些是没有拿到课本 不过不要紧这个 pdf 我已经highlight了重要的部分 我会给你们 啊 那 呃 放在google classroom里面了 都全部东西会在google classroom里面 alright so 你们 有 你们可以从那边看了 你们等你们拿到课本了之后 你们要把那个重点再 啊 画回来 那你们也是可以做的 OK 酸 跟清气 OK 酸的话你们已经有接触到了吗 你们之前有算到什么 呃 碳酸跟离子 啊 硫酸跟离子 下酸跟离子 然后 啊 就没有讲到酸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这一个章节我们才正式的讲酸 然后酸 当然 初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提到酸和碱 然后酸的ph是小于7 对吗 然后 碱是 大于7的 然后7是中 中性的 这样子 OK 那这个章节呢 你会看到的是 我们会讲酸 我们会 讲清气 分成这两个部分 酸来讲呢 我们会讲到酸的性质 酸的性质 然后 这一二三四五 五个性质 你记起来 然后他可以使 酸减值是即变色 他可以使 金属氧化物反应 可以跟 金属反应 可以跟 盐反应 可以跟碱反应 这五个 有没有完整 不晓得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我的笔记 好像还有更多一些 OK 然后还有一些常见的酸 然后我们这个课本 我们特别有介绍三个酸 硫酸 盐酸 跟酵酸 OK 然后清气的性质是怎样 当然我们已经接触了啦 因为之前我们讲到这个 什么 电解水的时候 电解水的时候 会拿到 氢气跟氧气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带入了 氢气是会 自然的 会 会爆炸的 甚至有些老师讲 会爆炸的 然后又要怎样检验它 会什么 爆炸的 等等的 OK 这一章就会讲到 再重复了 算是再重复 所以有一些 这个课程呢 是有 有些重复性的 有 不会讲说 你们 老师 出个东西 我忘记了 出三的时候 我出三考试的时候 会不会很惨 有些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会有一些 复习 之前上过的东西 我们又再重讲 然后重讲 讲到你 尽脑为止 OK那还有的就是 氢气的自取 实验室的自取 还有工业自取 分别是怎样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东西 我们都会有 实验室的自取 是这样的 然后工业上的自取 又另外一样的 OK 所以复习下 初二 我们上了 氧气的自取 对吧 氧气的自取 我们是用双氧水 你们叫过氧化氢 加二氧化蒙 对吧 这个是 实验室的自取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 高蒙酸加 加热 或者是 氯酸加 加二氧化蒙 再加热 OK 所以那三个方法 是比较典型 实验室自取 氧气的方法 工业上呢 就会是 工业上是什么 把空气 液化了之后 再把氮气分离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是 基本上 氮气跟氧气 都是用这个方法 因为空气中呢 含有 78%的氮气 21%的氧气 都算蛮多的啦 所以这两个呢 我们都是从空气中 直接液化 然后得到的 OK 那氢气的用途有哪一些 之前我们有提到 是什么用途啊 氮气的用途 我们有 交了了 还有一些 稀有气体的 稀有气体的 一些气体的 那些应用呢 我们也讲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些都讲了 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讲 氢气的用途啦 OK 所以那我们先进入 第1.1 1.1我个人是觉得 又是一个重复性的东西 因为他讲到这个物质的变化 有分哪一种 然后前面都是讲故事啦 什么 春夏秋冬 你会看到那个叶子的颜色 不一样啊 这种变化是什么变化啊 然后 等等等等的啦 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间的变化有分哪哪几种 在这个科学上呢 我们是把它分成 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之前其实我们有学过了 化学性质跟物理性质 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有没有关联 当然是有关联的啦 OK 那比如说 这边有讲 给了一些例子 冰淇淋融化 或者是固体的 固体的 酒精燃烧 它有怎样的不同 然后它有 它是属于哪一种变化 那这个冰淇淋融化呢 是属于 固态变液态 所以这种是三态的 一种变化 那我们之前讲到这种有关三态的 这些都是属于物理性质来的 什么融点 肺点 这些都是物理性质 所以三态的变化也是属于物理变化 OK 那粒子跟粒子之间拉远 一个拉远 一个是拉近 所以这个是粒子跟粒子之间的距离改变而已 那在化学变化来讲呢 它是有进行化学反应的 那我们之前有学了 已经上过了化学东西 化学反应是拉等等的 所以它是有新的物质产生的 当然我们的本质上什么差别 我们每次就讲 化学变化有 新的物质产生 固体酒精燃烧会有什么样新的物质产生 有二氧化碳产生 有水产生 所以它是有新的物质产生 OK 这句话非常重要 化学变化的本质特征 是有一种或者多种 新的物质生成的 OK 这个是它的 最根本的一个 特征 本质的特征 OK 那什么 要怎样 有什么 化学变化的证据啊 或者是检验的 什么生成啊 我个人是觉得不重要了 当然我们讲一下了 OK 那 这个实验我不提了 这边他就有提到的是 有一些情形啊 比如说 落叶的时候 叶绿素会变成黄色 然后这个什么 银气呢 放在空气中久了 就会发黑 所以很多时候呢 它有颜色的变化 就 呃 是代表了 有新的物质产生 所以他就是 呃 化学变化 当然 你会 可以不可以讲说有 颜色变化就一定是 呃 有新的物质产生 这样又未必 啊 所以我每次讲这些是废话 讲了之后就跟我讲未必 然后 科学每次是这样的 讲了之后就跟我讲未必 啊 所以这个 他是很多 很多时候 OK 很多时候 有颜色的变化 呃再来 再来哪一些呢 还有的就是有能量的变化 比如说 蜡烛燃烧 呃是化学能转换成热能 呃所以很多时候他会伴随一些能量的变化 这样是不是有发光发热 有能量的变化 就一定是 化学变化 又不是 哎 你讲是不是 真假的 啊 科学每次这样子的啊 他讲了之后又跟我讲未必 比如说哪一些 哎这个是最典型的 我们常常用的 就是 灯泡 灯泡 发光发热 对吗 是物理 是化学变化吗 不是 他纯粹是电能转 转成光能跟热能 电能转又不算说 因为没有新的物质产生了 所以到最后还是讲回那句话 化学变化就一定要有新的物质产生 没有的话就不是 啊 这句话我觉得是最对的其他的都是废话 OK 所以其他的 你不用理 看过就算了 看看过就好 OK 那在这边呢 我就不再继续讲下去了 什么 双氧水 自取氧气 自取氧气 这个是化学变化了 什么 无水硫酸酮 检验有没有水 这个 也是属于 物理变化了 化学变化 化学变化 OK 所以 无水硫酸酮 这个水的检验 大家都要记得了 这个已经上过了的了 无水硫酸酮 会白色变蓝色 无水硫化菇 会 蓝色变粉红色 这两个 要背起来了 OK 自取氧气 除了 双氧水 你看这里用双氧水 前面用化氧化氧 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当然我 上课的话我会讲两个 两个我都提的 OK 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笔记的部分 笔记的部分 笔记的部分 这我开student的 sorry 给我看一下 sorry 我开student了 错了 错了 sorry 我又开 笔记的 关掉 这个放告 OK 说1.1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用了一点 来讲完 物理的变化 是没有新的物质产生 它只是分子之间的距离 发生改变 比如说三态的变化 然后 化学变化呢 是有新的物质 是新的物质生成的一个变化 所以它其实是在 那个物质的分子和原子呢 重新的组合了 所以它会有形成的一个新的分子 所以它一定是 化学反应来的 比如说电解啦 燃烧啦 氧化啦 这些都是属于 化学的反应 OK 所以这个 我就用这两句话来 讲完它了 反正其他的 都是非 OK 那进入1.2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到 酸的性质 然后酸的性质是很乱的 很多学生探了之后 一头雾水 因为它非常多 啊 你刚刚看那个 那个关系图就有5个 但事实上呢 又整理下整理下又好像多过5个 OK 所以不要紧我们慢慢来看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笔记呢 我就会把 所有的 所有的那些性质呢 我都summary出来 所以首先这一段 我画来画去画来画去 我会发现到 差不多整段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诊断的 都哈来起来 OK YES 哇 我讲了这样久才发现到没有学讯 没看消息 是勒 我没有看消息 哎呦 怎么办啦 我讲了这样多 需要看回吗 我不过我是录 录的时候是有录到啦 哎呀 我不好意思啦 一点一点一点不重要的啦 对不起对不起 OK 可以啊 我从这里开始 之前的部分 你要看我的screen在放了什么 请你去看回那个YouTube I'm so sorry OK 讲了半小时 OK 那 酸 那酸是什么呢 常见的酸有哪一些 当然常见的酸有畜酸 我们的处理员有酸 又有人进来 现在才进来 我换 我没有 但是我进来了 OK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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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酸 你会看到呢 在这一边呢 我们是没有 没有写他的化学分子 是 当然 酸有分不同的酸 有分不同的酸 基本上 我要写 我的笔不在 我用手指写 粗酸的话呢 它有 它有分不同的酸 就是说 有点像那个甲碗 鱼碗 饼 甲乙饼 它有不同 不同的数量的C 就是它的碳有一个 有两个有三个的 都是属于 那个 那个 有那个 叫什么 总之是跟粗酸有关的 如果是 其中如果是一个碳的话呢 它大概是这样子 H COOH OK 这个是有 其中一种的粗酸 那还另外碳酸的话呢 应该是有接触到 因为我们有学到那个碳酸 跟离子嘛 对不对 CO3 二负 所以呢 它跟H联合的话呢 就是 H2 CO3 OK 那这个它虽然没有写 但是你稍微要懂一下啦 那 不写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要 特别有 特别讲它 因为它不是很重要 那常见的酸呢 你会看到后面我们只是 介绍三个 就是这三个 盐酸 HCl 不叫绿酸 虽然它是 它是Cl在后面 我们读盐酸 然后硫酸 是 H2SO4 OK 那 酵酸是HNO3 那这些都是属于 常见的酸 那为什么它可以称为酸呢 那在科学家呢 他就研究到发现到 这些酸呢 它在水里面会溶解 然后 在水分子的作用下呢 它就会 形成自由的 离子 那个 那个 初二 对 初二有上到我们讲到 NACL 在 可以融在水里面呢 它就会变成了 NA正跟Cl 分开的 所以酸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原本 HCl呢 HCl 如果放进水里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 H正离子 跟Cl 负离子 OK 这一种情形呢 我们叫电离 这个叫电离 然后如果是 酸 酸 盐酸 硫酸 硫酸 酸 它的电离 有电离的方程式 我们是这样子写 HCl 一个箭头 然后H正加Cl负 OK 电离方程式 这就是 纯粹是放在水里面 它就把它解离的情形 然后有时候我们叫解离 OK 所以这个是电离方程式 那电离方程式呢 如果你再看清楚呢 它一定会有H正离子 我们叫氢离子 H正离子 那如果它电离的时候 生成的正离子 全部是氢离子的话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酸 但是你不可以讲说 它电离的时候 会有H正离子 就是酸 不是哦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情形 为什么不是 因为有一种叫做 比如我打个比方 NaHCO3 这个是叫碳酸氢 碳酸氢钠 对吧 但是它解离的时候呢 如果它完整的解离 它是Na症 跟H负 还有CO3二负 所以你会看到呢 它的H正 你会看到它的正离子里面呢 有一半是Na 有一半是H 对吧 也就是说 它不是全部正离子 是H正离子 所以这个不是酸 NaHCO3 不是酸 它必须要全部解离出来的正离子 都是氢离子 它才叫酸 那另外一个负离子的部分呢 我们就叫它酸根 所以比如说 我们是叫什么 硫酸 硫酸根离子 硫酸根离子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酸根 硫酸的酸根 所以它也是属于酸根来的 Cl- 还有当然你如果是 这边我们是介绍到这样了 其实是F- BR-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双根来的 OK 我一定要转来转去看下有没有 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 那酸的通信有哪些 这个非常重要了 所以现在我们初步的介绍了酸是怎样的一个format 对吗 这样的format就是酸的 那它的通信有哪一些 这个你会看到的新的课本 它是以实验的手法来进行了之后让你记得 当然我们偷懒的 补习嘛 没有理由叫你做实验的 OK 所以我只是直接的告诉你结果 OK 直接告诉你结果 这一边呢 它是要告诉你 有一种东西叫做酸碱指示剂 这个酸碱指示剂呢 它可以遇到不同的酸碱性的呈现不同的颜色 so 有哪一些是酸碱指示剂呢 有石蕊是叶 有粉钛 还有什么甲基层 不过甲基层呢 我们没有上了 这个旧课本有上 这个新课本呢 我们只是上粉钛跟石蕊就好了 两个就好了 不要弄到你很乱 OK 那石蕊的话呢 它原本中性是紫色的 OK 酸性的话呢 它就会是红色 然后碱性的话呢 它就会是蓝色 OK 我稍微的提买那个 碱的时候会是什么颜色 粉钛的话呢 它比较特别一点 它酸性的时候呢 它是无色的 它中性呢 也是无色 它要等到去碱性了之后呢 它会才会呈现红色的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征 好 第一个特征 它就是可以使 酸减指示器呢 变色 哎 这个是第一个特征 那在这里呢 又提到第二个特征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征 哎 sorry 哎 这个是 这个是酸减指示器 所以它可以使什么指示器变色啦 什么指示器不变色啦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呢 它是可以跟碱反应 啊 生成盐和水 这个我们以前呢 就是叫它做综合反应 啊 是叫综合反应 就是酸加碱得到盐和水 那这个方程式是怎样呢 比如说它提了两个例子 H2SO4 跟NaOH 那它平衡了之后呢 你会看到了 怎样配对啊 基本上它这个属于 我们叫换老婆了 OK Na跟SO4连在一起 但是Na是一架的 SO4是二架的 对吗 所以就变成Na2SO4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来接配啦 然后OH跟H联合在一起 它就会得到H2O 那在这边呢 你要配平的话呢 你在Na那边加一个O 你可以 然后HCL HCL就简单很多 HCL跟NaOH 它就会得到NaCl跟H2O 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CL跟Na配 CL跟Na配 这样子来配对 所以这个也是沿河水哦 这个也是沿河水哦 这个也是沿河水哦 那旧课本呢 就是昆城那边呢 他们就会有上到一种讲法 就是金属氧化物 是属于简性的 但是你会看到呢 在新课本呢 我们不把它定义为简性 它只能 它其实是简性氧化物 但是它不是简性 所以它跟金属氧化物反应 这个算不算综合反应 不算 它不算综合反应 所以这个是它有特别有提到的 就是虽然它是产生沿河水 但是它不是综合反应来的 OK 所以比如说哪一些呢 COO COO加HCL 就会得到COCL2 加H2O OK 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是F2O3 然后加上6个HCL 它就会得到F1CL3 加3个H2O 这个是配屏过后 623 这样子 那这边要有提到的是 A 稍微看一下 要你观察它的颜色变化 这个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你要记得颜色 这个颜色呢 很复杂一下的 但是我把它归纳成3个 你要记得 CO2症呢 2症的意思是说它可以溶解的 它可以溶解的 它可以溶解的盐 然后它的这个液体呢 就会呈现蓝色 OK CO2症会呈现蓝色 F1 F1要看哦 有时候是2症 有时候是3症 是几 这个字是有点丑 F1 F1 2症呢 是呈现明 稍微的绿色 绿色 如果是F1三正呢 它就会 比较像是 褐色 褐色 棕色 黄棕色 黄棕色 OK 所以呢 你稍微的记得这三个啦 初中的阶段 你记三个就可以打天下了 OK 稍微记这三个 你自己要注意啦 当然 比如说一些 如果它是不溶解的话呢 就未必 比如说COO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COO是黑色 OK COO是黑色 所以这个COO CL2呢 它其实是属于蓝色 这样子 所以F1 F1二O是我们的这个铁锈来的啦 铁锈就是铁锈的颜色啦 它就是红红这样的啊 但是它变成熔液了之后呢 因为它是三价的 所以它就会是黄棕色 所以它的液体又变成黄棕色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来看的啦 当然在你会看到的活动呢 它是expect 你是写在这边啊 什么铁锅有什么变化啦 等等的 所以这个是你suppose你的老师要写给你的 当然我在这里 我就稍微的这样子 从实验结果这一边 我再分析告诉你 他们是怎样看那个颜色 当然后面有一些实验还会再提的啦 所以我这边提早的讲一下 OK 那还有的就是盐酸除铁锈啊 会生成气泡 有时候会生成气泡 那 铁钉表面会生成气泡 但是跟这个氧化铁就没有气泡 那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你跟氧化铁反应 它是产生盐和水 这个是没有气泡的 但是如果你是跟这个 金属 金属反应的话 它就会生成了氢气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 直接跟铁反应就会产生氢气了 F1加HCl 然后得到F1Cl2 加H2 所以这个的F1是二加的 这个溶液呢 就会是绿色的 OK 绿色 就这样子 讲完了 OK 当然这个要注意的是呢 金属有什么金属可以跟酸反应生成氢气 这个是第四个 这个其实是第四个性质 所以就是酸可以跟金属 反应生成氢气 当然这个酸呢 也不是所有的酸 就 酵酸除外 酵酸它是不会产生氢气的 这个你稍微的记得一下 等下我会讲为什么啦 等到酵酸的那一张呢 那一个部分呢 它就会有讲到 那还有的就是有 是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可以 又不是我 太过不活泼的就不行 铜拱银金 稍微记得一下 铜拱银金 就不能反应了 OK 这个又要讲到活泼顺序啦 所以有很多老师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顶不顺了 就叫学生去背那个活泼顺序 OK 不过不要紧 我们上完四章了之后呢 我会再 在跟你们 认回复习回的时候呢 你就会更加的理解 为什么呢 这个酸的这个部分呢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原理啊 在 OK 没有问题啊 可以啊 量身菌 量身菌停 OK 好 那我们继续啦 没有问题 呃 第四个反应了 再来的就是第五个 第五个 哎呀 我写的写不到在那个 highlight的部分 第五个呢 他用 呃 碳酸钙 什么是碳酸钙啊 我们蛋壳是碳酸钙啊 有大理石是碳酸钙啊 我们的石灰石也是碳酸钙啊 啊 所以这个呃 所以这些呢 碳酸钙呢 如果遇到了酸 它会产生气泡 那气泡又不是氢气了 它是二氧化碳气泡 OK 所以 所以生成了二氧化碳 呃 其实是从呃 碳酸那边分解 分解 而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呃 碳酸 碳酸钙啦 哦 碳酸钙 它反应了之后 它会产生盐 还有这个碳酸 这个碳酸 就会再分解出二氧化碳 出来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方程式有吗 没有写 哦 没有写 哦 没有写到 哦 当然 我在这个笔记那边的 有有有 应该是有写到 然后 当然我 都可以写了 CACO3 如果加 HCL 就会得到CACO2 加上H2O 加上CO2 然后气体 OK 啊 所以在这边要放一个2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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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对了 OK 所以这个配评的部分 你们也应该也是要很熟悉啊 OK 我给你讲啊 不简单啊 这个初三的 刚刚开始的这四章了 全部化学啊 你已经要对这个化学非常熟悉啊 所以为什么我讲哇 这个12月一定要先上课了 尤其是初三 啊 没有先上课真是不行啊 而且上课我发现到放那个老师上课飞很快啊 啊 好 活动五呢 你会看到不同颜色啦 对不对 这个什么颜色啊 啊这个红色 对不对 红 红色 所以它其实是12345 一号是放心力 二号是放这个铁 这个是铁 OK 然后这个是放氧化铜 然后这个是放碳酸钠 所以你会看到一根4好像是没有什么颜色 这个二号呢 是原本是三架的铁 三架的铁呢 融进去了之后呢 它就变成黄褐色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看起来红色啊 我也不知道 他们就叫它黄褐色 可能这个是实验做出来 看起来红 但是我们每次跟学生讲都是用黄褐的 I don't know 镜头的问题吧 然后第三啊 三号啊 它是叫蓝色 这个还可以接受了 这是微微的蓝色 微微的蓝色 所以三号是微微的蓝色 因为它是三架的三架的那个 因为它有西游二症 啊 都是加硫酸吧 都是加硫酸 所以它的化学方针式呢 它其实是要求你写的 OK 这个是ZN 加H2O H2SO4 H2SO4 这一边 这个很重要 H2SO4 所以这一边就会得到ZN ZNSO4 ZNSO4 加上H2 气体 这样子 然后什么现象呢 这个是冒气泡了 啊 有气泡的产生 二号的话呢 它是 它是氧化 F1 2O3 加上H2SO4 OK 所以这个会得到三架的F1 2SO4 挂呼三 哦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H2O H2O 这边应该有三个吧 所以这边应该大概有三个 哎呦 那个3 写的不是很美 这个3 这里要加3 这里要加3 OK OK 可以啊 可以接受啊 它用Mouse 会写的比较好啊 因为这个 比的话 它好像现象 不是很美啊 OK OK 所以这个会产生什么颜色呢 会产生黄褐色 虽然那个图是红棕色这样子 但是它是suppose 应该是要你写黄褐色 OK 再来COO COO原本是黑色的啊 融在这个H2SO4里面 就会得到CUSO4 CUSO4记得吗 CUSO4 是硫酸桶咯 对 硫酸桶是蓝色的吗 有水的时候 它跟水一起嘛 后面就是水了 所以它其实是融在水里面的硫酸桶 所以溶液 所以溶液 所以它是属于蓝色的 蓝色的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碳酸钠 当然碳酸 碳酸呢 有时候它未必跟 未必跟这个钙的 我们很多时候就要碳酸钙 碳酸钙 但是碳酸钠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产生二氧化碳的气泡 OK 写一下 用手指写比较快 H2SO4 得到Na2SO4 加上CO2 气泡 很丑 CO2 最后应该是有H2O OK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第一个跟第四个 都是有气泡的产生 第二个是变成黄 溶液变黄 黄棕色 第三个是蓝色 溶液变蓝色 OK 这些以上的都是我们的酸的 应该也是写了五个吧 写了五个 这些都是酸的通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 常见的酸 这个是什么酸的演变 这个小档案 你们有兴趣就自己看一下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笔记的部分 笔记的部分 第一个呢 刚才讲了 但是我重讲一下 物理变化是没有新的物质产生 只是分子间的距离改变 比如说我们的三胎的变化 化学变化的话 是有新的物质产生 它是物质的分子的原子 重新组合 形成到新的分子 一定是有化学反应的 比如说电子 电解 燃烧 氧化等等 电离是什么 电离是一些物质 溶解在水里面 或者受热 受热也是会有 受热融化 比如说我们讲融融的盐 它也是属于电离的 也是属于电离的状态 它就会有自由移动的离子 然后产生自由移动的离子的过程 它就叫电离 OK 我听到有声音 是什么 很烧脑 是很烧脑 化学的确是比较难的 因为昆尘 我记得你们好像是初二的时候就上了 大概初二还是初一的时候就上了这个东西 我是讲初二还可以 还可以记得这么多东西 OK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酸的含义 酸的含义呢 它是电离的时候 生成的正离子 全部是氢离子 H正离子 的化合物 我们就称为酸 OK 所以它的电离的方程式呢 我就不一意的写 我只是写它的通式 它通式呢 就会说酸解离后呢 前面一定是氢离子 H正的离子 后面就一定是酸根离子 我们就称它为酸根离子 包括了这个氯离子也算酸根离子 包括了氯离子 包括了氯离子 OK 还有酸 硫酸跟离子 酵酸跟离子 酵酸跟离子 碳酸跟离子 都算是酸根 OK 酸根 所以常见酸有哪一些呢 我们这里写三个 不用写那个醋酸跟那个 醋酸跟碳酸 不用写它 我们写这三个 酸是酸 酸是HCl 硫酸 硫酸 H2SO4 酵酸是HCl HNO3 OK 可以啊 那酸减脂式剂呢 就是在酸性和碱性的溶液里面 它会呈现不同颜色的物质 那我们常见呢 是有氏蕊 有粉钛 还有甲基层 甲基层没有上了 10蕊的话呢 在酸性是红色 在中心是紫色 在蓝 在碱性是蓝色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来 分这个顺序呢 因为呢 pH值也是1到7 就是左边 对不对 我们都是从左边是1 右边是14 所以为什么我左边是酸 中间是中心 然后右边是碱性 粉钛呢 粉钛的话呢 酸性是五色 中心也是五色 只是去到碱性的时候呢 它会变红色 所以呢 课本上一整段字啊 很难记 对不对 我们写成表了之后呢 你就比较容易记了 比较容易记 OK 再来 再来的就是这个酸的通心 课本是写五个 我为什么这里有六个这样子呢 啊 OK 我懂为什么了 等一下 等一下再看 OK 前面这五个啊 A B C D E 我们先讲 是啊 刚才有讲提过了的 能够使紫色石蕊变红 粉钛我就不讲了 因为没有变色 因为没有变色 讲来做魔鬼 好 紫色的石蕊会变红 OK 那酸和碱的 我们叫做综合反应 它会产生盐和水 那例子有哪一些 H2SO4加 两个NaOH 得到Na2SO4 加上两个H2O 这两个例子 基本上就是课本那边抄出来了 啊 不过我是希望说 你们可以呢 呃 这样子呢 就是我 直接告诉你 硫酸跟氢氧化钠综合 请你写出整个方程式来 你自己要可以摸出来 OK 所以这个是你们呃 必须要能够掌握的一个技巧 所以第二个我就会讲 啊 盐酸跟氢氧化钠综合 反应 请写出来 啊 你自己要写出O NaCl加H2O OK 可以啊 所以这个例子写是归写 但是我突然间跟你讲 我不要这个酸了 我叫氢氧化 呃 硫酸 呃 我还是放硫酸了 不然的话 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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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好像是弱酸 所以它的这个解离的状态可能也不一样 好 所以比较常常就是考盐酸跟这个硫酸 硫酸 我不要跟氢氧化钠 我跟氢氧化钙 你也要可以写出来那个方程式 OK 所以这个是综合反应的都是这样子的 两个中间的混在一起 H2跟这个OH H跟OH结合变H2O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OK 那酸和 某些 为什么要讲某些呢 因为不是全部 有一些不行 所以每次都会习惯要写一个某些 金属氧化物 反应会生成盐和水 所以课本给的例子 COO 加上HCL 就会得到COCL2 其实这个应该可以观察到那个溶液 是变蓝色的 OK 那F1O3 F1O3 还有氏氧化钙什么区别 常常有学生问我 老师 什么时候是F1O3 什么时候是氏氧化钙 它是氏氧化钙 是氏氧化钙 是F1O3 什么情形 会是怎样的 如果铁是自己大自然的这样子 自然的生锈 它通常是F1O3 这个我们叫铁锈 那氏氧化钙 是什么情形 会得到的 氏氧化钙 是铁在氧气 在点燃的情形 点燃的情形自己燃烧发出火花这样子 他就会得到四氧化三铁 OK 可以啊 所以这个区别要懂啊 所以这边加了HCL呢 会得到FECL3加上H2O OK FECL3呢是三架的铁来的 所以它是红棕色 OK你不要讲 老师那个实验的图好像红色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只要记得它是叫红棕色就好 红棕色 红棕色黄棕色 他们是黄棕色 OK第四 除了硝酸以外 还有跟活泼的金属 活泼金属我这边直接列完给你 甲盖纳梅铝铁星铁细千 甲盖纳梅铝铁星铁细千 9个 这9个会产生氢气 那瞳孔银晶就不会产生氢气了 基本上是不会反应 有原因 但我们不要讲先 这一边提到的是 铁加HCl 得到F1Cl2加上氢气 OK 这个也是从课本上超出来的例子 还有就是 酸加碳酸盐 反应会生成二氧化碳 OK CACO3加HCl 就会得到CACO2 加上H2O加上CO2 OK 所以这个是五个性质 有问题吗 OK 我比较喜欢华语 很少 我们学的是英语 看到华语很乱 这么爽学英语 昆成的是学英语的 华语的 华语的其实是很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差别 然后我个人觉得初衷来讲 我更喜欢用华语来上那个化学 OK 为什么这些昆成的跑过来补习呢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上了太多英文 他们担心了考考正式的考试的时候啊 考正式的考试啊 用华文啊 他们不会就就就就不行了 哈哈 OK 这个笔记你们写下来 好 OK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酸和盐的反应啊 酸和盐的反应是另 会产生环的 另一种盐和另外一种颜 另一种酸 跟另外一种盐 另一种酸 因为它因为酸和盐的反应 这个是盐来讲的是不容于水的盐 那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了我们等下再讲因为他是在1.3的部分才会出现 1.3的部分 OK,我们先 在 讲1.3的先,OK 需要休息一下吗?我需要休息一下,休息5分钟,我在 可以 可以啊 你们刚刚开始会很乱啊,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 很像很多东西要记,不过差不多讲完了的啦,就是那那五个再加上我 F的那个部分 这一章节 大概大概是完了的啦,大概那个方程式就完了,OK,所以那几个方程式你只要记起来 当然你会讲说老师我记那你给我两个我就记两个够吗?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那句 华文那句话 general的那句话 他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懂的general是怎样 我的酸可以变化的 我今天跟你讲 我明天我会跟你讲,我用硫酸 然后我又跟你讲,酵酸它也是 差不多类型的,请你用酵酸去配评一下 都有可能 好,然后这个解呢 我今天就讲 我今天就讲个 什么清氧化那 我明天就讲了,用清氧化盖 也是一样的,你跟我配评一下 所以呢,你会看到的为什么我们用那一句general的那句话 然后就告诉你他是沿河水 所以你自己要随机应变 自己 OK OK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讲1.3 常见的酸有哪一些 OK 第1个是盐酸,是HCL 当然这个HCL这样子写啊 为什么叫盐酸?很多 有学生就问我,老师 HCL我命名啊 因为初二的时候,学命名的时候呢 学生就问了 老师,我叫他绿化氢,对吗 其实绿化氢 HCL叫绿化氢 是不是也是对的呢 其实他有差别 等下你会看到 下面会有讲到 绿化氢气体 所以换句话呢,就是如果这个 HCL融在水里面了之后 我们就叫他盐酸 如果他是气体的状态 他就叫做绿化氢气体 所以如果你告诉我是绿化氢 我automatic 我就把它当作是气体 如果你是跟我讲盐酸 我就automatic 就是讲说他是有含水的 有含水在里面 然后是液态的 OK 可以啊 所以他是其实是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所以盐酸呢 他其实 是绿化氢 融在水的融液 这边就有讲到 所以正常来讲是无色的 无色的液体 但是因为工业上呢 含有杂质 所以有带一点点黄色 浓销 浓盐酸的话呢 他会有挥发性 什么是挥发性 我们每次讲气油有挥发性 也就是说他很容易蒸发 蒸发跟挥发有差别 那个化学每次用的那个字 很好笑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说 蒸发跟挥发的差别 你就不要这么纠结 反正就是很容易蒸发 他就叫做有挥发性 OK好 这样子应该是OK 如果你的浓盐酸 容器 如果你 开盖 开盖 你会看到他瓶口那边 好像有白烟 这个白烟是什么呢 这个白烟呢 其实是 盐酸 他挥发了这个 氯化氢气体 他就很容易容易水嘛 这是 所以他挥发了之后呢 他遇到了空气中有小水 有水蒸气 他就融在里面 又液化了 所以这个 这个液化很神奇的 他是 硬硬 就跟人家结合 让他的这个水蒸气液化 所以呢 你就会产生小水 就是产生白烟 这样子 OK 所以 一样的道理 我们之前有讲到的是 之前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白烟 白气 就一定是液态的 小水蒂来的 小液蒂 他这里不叫水蒂 他叫做 盐酸的这个 这个液蒂 所以他是叫小液蒂 OK 所以 这个现象呢 常常会叫你解释 OK 所以为什么我画起来 也是常常老师 要讲清楚一点 所以这个 农盐酸 挥发性很高 然后会发出这个 氯化氢气体 然后就会很容易产生 酸污 他叫酸污 我们叫白烟 我们叫白烟 就容易 懂 OK 还有的就是呢 还有的就是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盐酸 盐酸 如果放这个 放进这个硝酸银 它会产生 白色的沉点 这句话 画起来 绿化银 是一个不溶于 不溶于水也不溶于酸的白色沉淀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 盐酸 盐酸如果你用这个 绿 酵酸银溶液加进去的话 它就会产生白色的沉淀 你看右边这样子 OK 这个就是检验它有没有绿离子的存在 这个其实 每次加酵酸银 我们就是要检验它是 有没有这个绿离子的存在 OK 所以这一个 酵酸 加这个 酵酸 盐酸 加酵酸银 会得到 AGCL 我每次读AGCL 绿化银 绿化银 沉淀 然后就有另外一种酸 这个叫酵酸 OK 所以盐酸有什么用呢 当然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除锈 它就是如果金属表面有这个铁锈 有这个 锈石的部分 就是金属氧化物 对 所以它可以拿来除锈 那它有时候可以制造药物 药物里面有这个盐酸 比如说它原 我们的胃里面 我们的胃里面是有盐酸的 所以如果你 胃酸不足 要吃药 胃酸不足要吃的药呢 它就可能有盐酸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让你有 胃里面 就会有这个盐酸 OK 可以啊 所以这个是盐酸制造的药 盐酸制造的药 那再来 另外一个 第2个常见的酸 就是硫酸 第2个常见的硫酸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它第1个它是有 吸水性 有吸水性 它可以拿来作为干燥剂 干燥剂 所以它干燥哪一些 气体呢 它通常是在实验室里面呢 我们是拿来干燥一些气体 有氧气啊 氢气啊 二氧化碳 这些都可以用 你不要去记 可以用了 你记不可以用了 为什么不可以用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这个是气体呢 它是有碱性的 碱性的一个性质的话 它就会跟这个硫酸 反应嘛对不对 所以它就不可以用了 所以氢气啊 就不可以用 我写一下 氢气呢 是唯一一个 我们讲说它是属于酸性的气体 氢气 打一个叉 氢气不可以 OK 记得不可以的 你不要去记可以的 很多可以 你看 很多的气体都可以的 OK 所以 碱性的气体不可以 所以基本上是 应该是初中来讲了 只是 读到氢气 所以这个氢气不可以用了 OK 那浓硫酸呢 除了 细水性 它还有脱水性 你是想要翻桌子 什么细水跟脱水有什么差别 就拿走它的水了 那不一样吗 不一样 它真的是不一样 细水呢 简单来讲 细水性呢 它只是 在 混合了水的部分 它把水拿出来 但是 这个脱水性 够粒 它是 有水的化合物 就基本上 原本是水 已经化合进去了 这个成分 它可以把那个水的 硬硬拉出来 比如说哪一些 蔬糖 这个是 我们常常用来做实验的 我们用蔬糖 加上那个浓硫酸 它会变成一稿这样子的碳 这个这个你可以上网去找 上网YouTube可以找到 浓硫酸加蔬糖 就会碳化了 脱水碳化 所以那个水被硬硬的深深拉出来 其实它的这个浙糖里面 浙糖是什么? 没有记错 浙糖好像是C6H 你给我讲一下 C6H12O6是葡萄糖 C C12 H22 O11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它把 H2O 它拉了11粒出来 它拉了11个H2O出来 它只是剩下碳 所以它为什么呢 它就会变成一稿炭 真的是变成一稿炭 就是这样子的样子 OK 那干燥这个右边的左边的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干燥气体的一个种子 气体进来 在这里 猫出来的时候呢 就充分跟这个浓硫酸的接触过后呢 这个水就被它抽掉了 所以这个气体里面它其实是 潮湿的 潮湿的里面可能有水分的存在 所以它只要 它要把那个水分给去掉 所以它就用这种方式 这个叫做 细水性 作为干燥剂 因为它的细水性 那脱水的话呢 不一样的 那个水是化合在里面 它硬硬的 把它拉出来 所以它会产生新的物质 它就突然间 白糖 白糖 这糖 脚架 变成一口碳 这样子 OK 这个是脱水性 所以常常会问 这两个东西常常会问 因为很多学生混淆 他就讲说哪一个叙述是对的 利用了它的 细水性 然后把这个测糖变成碳 搓 这不是细水性 这个是脱水性 脱水跟细水差一个字罢了 所以常常会这样子来混淆你 OK 这个要注意 再来这个是 这个是稀释 浓硫酸 浓硫酸 它被稀释的时候呢 它会放出大量的热 所以如果你浓硫酸直接加水的话呢 它这个水会直接沸腾喷出来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 做法 所以如果你要稀释浓硫酸 浓硫酸很多时候是98% 99% 这样你要调低那个%率 你就要加水进去啊对不对 但是我们 通常的做法 不是通常 是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放一个烧杯里面放好了你要加的水 然后 然后再用这个浓硫酸 然后再用这个浓硫酸慢慢一点一点 被逼下流 这样子流下去你的水里面 然后拼命的用那个玻璃棒一直搅啊 搅打搅 OK 然后 然后 当然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水比较多嘛 而且 不会突然间的热起来 然后 足够 搅拌就是让它可以足够的时间散热 那如果通常就这样子 稀释完了之后你去摸这个 卑鄙的话呢 是 非常热的 相当热了 应该可以去到 560度左右 560度C左右 OK 所以这个操作呢 不可以一下子加 太快 因为散热不够 不够的话呢 它就会沸腾起来 非常危险 OK 这个是常常我们讨绝生的啦 因为这个是 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一个操作 一定要懂 而且你不懂 你就会非常危险 所以 讲了又讲了 这个是 从第一 初一的那个科学实验室的那个 操作就讲到今天 讲了介绍流程又要再提一次 怕你不懂 OK 所以 这个我不讲了 这个基本上就解释完了 好 再来的就是 刚才我们检验有没有绿离子 我们是用硝酸银 对吧 这个 这个硝酸 跟离子有没有东西可以变 让它变成沉淀呢 有啊 这个是BASO4 所以要记得什么 BASO4不溶于水 OK 所以那个是 AGCl不溶于水 这个是 BASO4不溶于水 所以呢 它 很多时候它就会结啊 这个绿化杯 绿化杯 加进去 它就会产生 硫酸杯 不溶于水 你就看到有白色沉淀 也是一样白色沉淀 所以这个白色沉淀呢 又是一样的 不溶于水 不溶于酸 不溶于水 不溶于酸 为什么不溶于水 也不溶于酸 这个不溶于酸是不是很重要 其实也蛮重要 但是初中我们稍微的提一下啦 就是 当然除了硫酸杯 还有硫化银以外 碳酸银和碳酸杯呢 也是不溶于水的 碳酸银和碳酸杯也是不溶于水的 所以为什么呢 它会特别呢 又要再加多一点点酸进来 看一下这个沉淀会不会溶 因为如果是碳酸的话呢 加了这个 加了酸进来呢 它就会变成 碳酸遇到酸 它就会冒泡嘛 冒二氧化碳 然后又变成溶在 溶在水里面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都会 另外再加多一点酸 看下它溶不溶 如果不溶它才 讲说 哦这个是 硫酸杯 这个是绿化银 当然这边我们只是稍微提过 你们的老师 powerpoint 可能会提到 提到比较详细 可能重复多几次 这样子 不过我是觉得 考试没有讲考 OK 这样子你们已经够死了 OK 这样子的部分 还有就是硫酸呢 非常重要啊 它是化学 工业之母 常常拿来做很多东西的啦 做什么呢 做这个化肥 啊 肥料 化做 做农药 做火药 做燃料 做冶炼金属等等等等 总之它就叫做化学 化学工业之母 因为非常有用啊 非常多方面的都有用 OK 那最后一个酸 好累好累 我讲到 讲到也是累 酵酸 Nitric Acid HNO3 它原本是无色 但是它也是 易灰发 跟刚才那个 盐酸呢 易灰发出 氯化氢气体 那这个易灰发 它会发出 有特别 刺激性气味的 二氧化氮 OK 二氧化氮 所以会 呃 它 就变成呃 呃呈现黄色 这样子 好 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 二氧化氮 化氮的原因 OK 好 那 刚才我有讲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 呃 活泼金属加酸会产生氢气 但是这个酸不可以用 硝酸 对吗 因为在这边就有提到了 这个硝酸很特别 它 基本上它不只是跟 活泼金属反应 它除了金跟破 它其他的都可以反应 跟铜都可以 如果是其他的酸的话呢 跟铜是不会反应的 硝酸 因为它有很强的氧化性 也很强的氧化性 它甚至可以跟铜反应 但是它跟铜反应 它就不会产生 氢气 产生这个 如果是C的话呢 产生一氧化氮 如果是浓的话 它产生二氧化氮 这一个方程是要不要记 几乎是不考的 OK 所以不要担心 这个我你会看到的 在笔记那边 我是没有写的 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的 这个是不考的 所以这两个方程是不考 你只是要记得什么 还是要东西要记 还是要只是要记得说 酵酸跟 金属反应是不产生氢气的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All right 最后一个就是酵酸的用途 酵酸有一个很特殊的用途 就是跟 盐酸 农酵酸跟农盐酸 用1比3的比例 就会调出一个叫网水的东西 这个网水的氧化性又更加强 比这个农酵酸更强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加了盐酸反而变更强 因为它可以 甚至连金 跟铺呢 都可以溶解 OK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是chemistry 我们每次讲解释不出来的东西 chemistry is chemistry OK 所以为什么 两个 明明盐酸没有很强 酵酸反而更强 酵酸用1跟盐酸3结合在一起 然后溶买在一起 变网水 反而可以跟金反应 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反正 反正是这样子 你稍微的记得一下就好 OK 这个是网水 OK 酵酸有什么用途呢 它制造炸药化肥跟燃料 你再看清楚 炸药化肥跟燃料 你再看回进去这个硫酸 炸药 这个是火药 OK 燃料 那个也是燃料 化肥 这里也是化肥 所以它 非常靠近 只是说这个硫酸多很多 这个三个来讲 它种两个 还有一个是火 一个是火药 一个是炸药 所以这个要分清楚一点 硫酸 硫酸跟硝酸 它的用途非常靠近 OK 这个是1.3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笔记 所以笔记刚才讲到这个盐 跟另外一种酸 会产生另外一种盐 对不对 盐和酸 盐和酸反应会把 变成另外一种盐和另外一种酸 所以这一边特别有提到的是HCl 还有AgNO3会得到AgCl 沉淀 还有HNO3 OK HNO3是酵酸 那HCl是盐酸 然后所以变成了另外一种盐 另外一种酸 然后再来的就是另外一种盐 这种盐 特别的 一定要是不 不溶于水的 如果溶于水的话呢 这个反应就不成立 OK 这个反应如果 不是产生的盐 如果不是 不溶于水的话呢 这个反应就不成立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些例子 所以H2SO4加BCl2得到BSO4沉淀然后再加HCl OK 两个HCl OK啊 所以这个是我在硫酸跟盐酸那边抽出来放在第六个 性质的 也不算性质 所以它不算一个通性 它只是特殊的一种 反应来的 OK 好 再来这一边呢 就有学生就说 A老师什么盐融于水什么盐不融于水要怎样记啊 真正来讲在课本的最后最后一页 应该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后一页的他有一个复录的 他有写成一个表 那个表也是不容易记 然后我们这边是有提供一种 一个方式去记的 就是H NH4 K NA 跟NO3 负 是全部都会融 全部我不管你跟什么结合反正这几个这五个盐 是全部都融了 Cl呢 是全部都融除了AGCl OK SO4是全部都融除了BASO4 还有CASO4 还有AG是微融的 AG AG2SO4这样子啊这个是微融的 OH的话呢是全部都不融除了BAOH2 还有CA2正是微融的 OK 所以这个要 写一下啊这个是在课本上 的Full loop那一边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方式去记的 OK CO32-呢是全部都不融除了 MGSO4 所以这个比较少靠 比较重要的是AGCl跟BASO4 这两个超级重要啦 这两个是不融与水的盐 这是基本上是这整个 不融与水的里面的 不融与水的盐里面最重要的两个 OK CASO4也不融与水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 所以我应该要加这个了 CASO4 CASO4 词典再告诉你 什么时候要记 OK OK啊 那再来的就是 浓岩酸呢是有挥发性在曝露在空气中的会产生 会冒白烟 我们叫白烟 那我们叫白烟 然后拿来除锈了 然后制造 药物了 含 我们的胃里面含有盐酸的 所以可以帮助消化 所以如果你要检验盐酸的话呢 我们通常 或者是检验有 绿离子的话 我们是递这个酵酸盈的 AGNO3 OK 它会产生一个不融与水的 不融与水 不融与水和酸的 白色沉淀 那这个锈是 硫酸 的时候呢 要酸入水 酸入水 然后不断的搅拌 硫酸有强的吸水性 所以拿来作为干燥剂 有强的脱水性 它是可以把 按2比1的比例 将氢和氧 从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抽出来 剩下碳 如果是碳水化合物 就抽出来 就剩下碳了 所以我们的实验 应该也是 常常用碳水化合物 这堂也是碳水化合物 OK 所以检验硫酸的话呢 或者是硫酸跟离子 我们是加入 氯化 杯 氯化杯 然后就可以产生一个 不融与水 核酸 这个我写错了吧 不融与水核酸 这个应该是从他们的 POWER POINT里面抽出来 不容易消酸 因为到最后 他检验这个 白色沉淀呢 还要再加消酸 确保他不容易水 他才是 不容易这个酸呢 他才是这个 硫酸根 那如果是融于 融的话呢 他可能是碳酸跟离子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检验 这个是检验 检验那个硫酸跟离子 还有 绿离子 好 再来的是 酵酸的 酵酸 酵酸是一种很强的氧化性 有很强的氧化性 可以跟铜反应 不活泼的金属 比如铜 然后他不会产生氢气 这个是你要记的 你会看到那个方程式 但是我没有放在笔记里面了 因为不烤了 这个是不烤了 真的 OK 那还有的就是工业上的用途了 炸药 肥料 还有燃料 那网水很重要 常常烤 他是酵酸加盐 农酵酸跟农盐酸 以1比3的比例 氧化性又更加 更上一层楼 更强 所以可以跟金和破 甚至可以溶解这两个 金跟破 OK 所以大概笔记里面是把重点的讲完了 最后一个部分 哇今天就是讲课本 今天基本上是讲整个课本 我下个礼拜 你们可以做那个 作业 做作业 然后 我们直接讨论了 我给你们那个作业 那个Google form 你们也去做 然后我们 直接下个礼拜就可以讨论 OK OK 那氢气的性质 1.4 我们就讲氢气的性质 氢气有什么用呢 氢气的话呢 最典型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可以把它作为这个高空 高空 探测高空的这个 气球 当然这个也是没有用了啦 因为氢气 可以自然 燃烧会爆炸 它会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呢 很多时候用这个氢气来代替 OK 那 在实验上 实验室上我们是怎样自取这个氢气啊 我们就用了那个刚才的 金属跟 金属跟酸反正会产生氢气 OK 就用这个方法 然后甚至有老师是讲的 是用 氢酱 氏硫酸 然后用这个 肥皂泡 给你们去 叫你们的 老师去做一下 然后肥皂泡呢 直接在上面点火 因为它 一来很轻 它会往上飘 所以它一点火的时候呢 它烧的时候也是往上烧 你的手不会有湿 而且它烧很快 一下子就烧完了 蓝色的火焰 非常不错啦 我有看到有 科学老师有做啦 不是中华的 中华老师很懒的 没有啦 比较感渴 中华的比较感渴 那我看到的是 冰华啦 冰华的老师 还是光华的一个老师 还有给学生做这些实验 非常不错的 上网可以找到很多啦 OK 我们都是看YouTube 很可怜 OK 还有呢就是 在常温下 这个氢气呢 是无色无味的 很多都是无色无味 氧气又无色无味啊 二氧化碳又无色无味啦 只是说它在不同的 温度呢 会变成液体 会不会变液体啦 会不会变固体啦 等等的 有什么颜色啦 对不对 我是不太记得 不过那个中华很爱考这个 什么白色的液体 还是蓝色的液体 我也是很头痛 这一边呢是 氢气的话呢 会变 无色的液体 这里又无色 然后血状的这个固体 OK 这两个温度需不需要记啊 应该不用背了 但是考到这两个温度 这个真的是很变态的老师了 OK 那氢气不溶于水啊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常常会讲到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 排水集气法 虽然它很轻 你讲老师 这样很轻 照理上是可以用向下排空气法 也是 辣 但是其实它两个都 两者其实有它的好处坏处 排水集气法通常纯度会比较高 OK 但是它有 潮湿 它会比较潮湿 所以它气体里面 因为它排 经过了那个水啊 整个水上去 所以那个水 里面呢 会有含的 含那个水蒸气的含量会比较高 大概是这样子的 OK 那它的密度来讲呢 非常非常的低啊 0.09 要不要背啊 我没有 HIGHLIGHT 应该是不用背了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气体里面基本上它是最小的 密度算是最小 汇气都比它大一点 OK 这样子 好 然后 还有 还有的就是呢 啊 它常常会怎样问呢 就是说 它放在气球里面 为什么会飘起来 它是利用了什么样的性质 这个你就要讲 因为它的密度小 密度小就会在空气 比空气来的密度小呢 它就会飘起来 这个是 阿吉米的定理 浮力的原理啦 啊 所以它是利用了气 它的气体呢 密度 小 啊 而 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要知道它每一个 不同的效果 可以拿来作为不一样的东西 OK 还有哪一些呢 这个 纯净的 气 氢气呢 如果它安静的燃烧 它是淡蓝色的火焰 而这个其实真正来讲 检验有没有氢气 我们是用这个 这个条件 这个这个这个性质的 OK 但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讲 为什么我们的 我们的 课本 之前 电解水的那一章 我们每次讲说 检验氢气的方法 用点燃的木枝靠近那个瓶口 它会 不一声的爆鸣声 就代表它是有氢气的 这边其实 新的课本 调整过了 它其实检验 有没有氢气 它是讲说这个氢气能够 安静的燃烧 他们是用地定管 地定管去收集了这个 氢气了之后上面转开来放火 然后可以安静的燃烧 产生淡蓝色的火焰 OK 那火这个火焰如果它 氢气跟氧气的混合的 产生的火焰呢 我们叫氢氧焰 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C 非常非常高了 它可以拿来焊接或者是切割那个金属 这个是基本上人类 人类的技术呢 基本上是这个是最高的 最高的温度的火焰 所以 氢气呢 可以利用作为很多驱动的一些性质 因为它的这个可燃性 所以它作为火 火箭的燃料 导弹的燃料 这一些 OK 那 这是什么爆炸的极限 这个 好像是没有烤过了 不过你稍微的记得一下 所以你的氢气呢 如果你的 纯度不够高的话呢 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如果 因为你纯度不高的话呢 它里面可能混杂了 氧气的 它就有爆炸 爆炸的一个风险 氧气如果太多 然后它就有爆炸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使用 氢气之前呢 我们要检查 纯度 检查纯度的方法呢 就是用报名声来 所以 真正来讲呢 这个用报名声呢 其实是检查它纯度 不是检查它存在 所以这个是新课本的 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不过有很多老师是用了旧课本的 知识来考大家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考卷 很奇怪的我都不懂他们的 到底是用了新课本的标准呢 还是用 还是用回旧课本的标准 然后PTH也还是用回报名声作为检验的 所以 我也不懂了 不过在 这个 新课本理论上来讲 是检验纯度 是check 报名声 这个报名声如果是尖锐的话 它是不纯的 如果它是 响声很小 响声 就代表它是纯精 OK 所以他们是以这个报名声的尖锐度 来check它的 纯度 够不够高 这样子的意思 OK 明白 所以这段话你会看到我特别highlight 因为这个是 算是一个新旧课本的转介的时候呢 有很多老师还不熟悉新课本的一个新的定义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讲 我也不知道你们老师到底要什么 因为我所懂的新课本已经换成这个 这个 这个标准 OK好 那这个活动十三的非常重要 画起来 我虽然没有画 但是 画起来 这个重要在哪里呢 他就要讲到这个清气的还原性 OK 那这个装置 你看了 他左边这边通入一个清气 纯净的清气进来 氧化酮在这里 然后燃烧它 出来的时候 他就 过这个无水流算头 OK 这样子 所以你整个方程式其实是 H2 可以跟这个COO 反应 产生还原反应 他就会得到COO 他O被H2抢走了 变成H2O 那在这个 这个反应来讲呢 我们就叫做还原 还原反应 那这个清气来讲呢 是属于还原剂 那这个实验呢 常常会考的是 你观察到什么变化 第一个你会看到原本是 COO是 黑色的 变成了 COO是什么色 红褐色 所以你会观察到这个黑色的氧化酮 渐渐转变去红褐色的酮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观察到的 第二个观察到的是你会看到后面是有H2O产生 然后他又通过U型的那个无水硫酸酮 对吧 这样无水硫酸酮遇到水会变什么也是 变蓝色 所以呢 这个无水硫酸酮呢 白色的无水硫酸酮呢 会变 蓝色 白色 我忘记 快来 白色的无水硫酸酮会变蓝色 OK 所以这个实验常常考 因为他可以问两样东西 非常珍贵 非常好的一个 实验呢 可以问两样东西 观察到两样东西 而且方程式又可以考一个 然后又还原 还原季又可以考你 所以这个实验常常考啊 4分 就在这里了 所以稍微的再问一下其他的东西 这样子就5分一个小题 OK 好 那还有就是 清 清气还有其他的用途 在工业上的用途 他可以呢 加在这个 油 他加在油里面的液态的油 他就会变成脂肪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margarine 人造奶油啊 就是用这个方法 催化加氢 这个方法叫做催化加氢 OK 还有的就是呢 氢气可以跟氮气的反应 变成氨气 这个是 H2加N2 得到HNO NH3 这个是 高温 然后又加一些催化剂 就会得到氢气 这个是在 在工业上的一个其中一个用途 OK 哇一点 好 那再来的就是笔记了 我们再看一下笔记 笔记呢 有人讲到清气是难溶于水的 然 难溶于水 然后他的这个密度呢 是非常小 你写小也可以写低也可以 OK 所以他可以 冲入气球他会飘起来了 放在杯艇那边他也会飘起来了 然后呢 如果这个氧气混合燃烧的产生这个氢氧焰呢 可以达到3000度C 所以可以拿来作为焊接的 金属啊 焊接金属啊 甚至呢是作为这个火箭的燃料 OK 还有呢就是 氢气的纯度的检验是用点燃的木枝靠近 产生爆明生 OK 那这个爆明生是 不一生呢 还是尖锐的爆明生呢 这个就看他纯不纯 OK 还有呢就是这个实验呢 常常会考的 当然我这个是网上找到的啦 他又有前面又有放什么氢氧化纳 又浓硫酸 这个是把那个 呃因为呢他连这个氢气的制取呢 他也放在里面了 所以氢气的制取里面 他又有可能要去掉 呃去掉这个 盐酸的这个 盐酸会有回发性会有这个 氯化氢气体出生生 他又放这个氢氧化纳给他去掉 然后呢又可能会有水分存在 他又把这个浓 浓硫酸 又再过一次浓硫酸让他 呃去掉那个 液体 然后去掉那个水分 然后才进入 OK 这个是他的整个的制造过程 那右边的这个是我们纯粹是拿来 自取氧气罢了啦 自取氧气用排水提起法 所以氢气 氢气是一种还原剂 所以可以把这个 CEO 虹啊 还原了 所以H2加CO 加热就会得到CO加 H2O 你会观察到两样东西 黑色的氧化铜会变成红棕色的铜 然后氢氧化纳呢 如果在这个实验呢 氢氧化纳是把这个 灰发的 氯化氢气体的吸收掉 硫酸呢是把这个 呃 硫酸 浓硫酸是吸收水分 哎 当然这边好像漏血了 哦因为这里我写干燥剂 如果写 流 无水硫酸铜你就要讲无水硫酸铜会变成白色会变蓝色 如果放无水氯化菇你就要告诉我它是蓝色变粉红色 或者是红色 OK 再来实验上自取了 实验是自取 氢气的方法 是用Zn加H2SO4 得到 这个还没有讲 这个应该是1.5的部分 所以1.5的部分呢 我们就要讲到氢气的 氢气的自取 我们普遍上来讲呢 第一我要用 活泼的金属了 OK 那当然太过活泼 太快又不好 来不及 或者是怕太危险了 然后 又不能太慢了 如果不够活泼又太慢了 然后呢 还有的就是 流 硫酸 还是 盐酸呢 啊 两个其实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但是 盐 盐酸的话 等下我会告诉你要考虑一样东西了 硫酸跟盐酸来讲 硫酸会比较好 OK 硫酸会比较好 等下会解释为什么 所以呢 在实验上我们会比较偏向于 呃 选 ZN 啊 选 C硫酸 也不要浓 要C硫酸 啊 来自取 氢气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special的一个 虽然讲说其他的 金属可以 也是可以跟硫酸反应 产生氢气 啦 但是我们的实验室 通常是会选这两个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选的啊 OK 这个是他的装置 然后 排水机器发 然后收集起来啦 OK 没有问题 嗯 嗯 收集好了之后 我们是倒置放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氢气非常轻 是往上的 所以如果你的盖是这样子的话呢 他会很容易泄漏 啊 所以是这样子来摆 OK 摆放的那个姿势呢 也是有他的原因的 在工业上的话呢 他们是用甲碗 甲碗是什么 甲碗是用CH4 OK 然后再加上 水蒸汽啦 H2O 这两个反应呢 他就会产生 CU CO2吧 我也不知道他的反应是怎样 反正就是 就会产生氢气出来 反正甲碗跟水蒸汽呢反应呢 他就会产生氢气出来 这个是特殊的 一个一个反应 然后 工业上呢反而是用这个方法 反而用这个方法来取氢气的 OK 当然你可以看到小档案呢就讲说 我们一直用这个 什么天然气啦 甲碗啦 等等的 这些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 化石燃料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取氢气呢 可以不可以用一些比较 环保的一个方式 所以最新的科技啦 没有记错呢 应该是用这个什么 光吹化 光吹化 把水呢 分解出氢气来 OK 当然 之前呢是用热 或用电 来把水电解 这样子 都是把水电解啦 所以 基本上是从水分解出氢气来 这是我们最新 想要 做的一个方法 OK 那最新的这个 应该是最便宜啦 最便宜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光吹化 真正来讲是怎样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 OK 所以稍微去看一下 OK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习题要解释吗 我先讲一下我的笔记啦 笔记比较重要 说最后一个部分 实验室自取氢气来讲呢 是用ZN加H2SO4 就会得到ZNSO4加氢气 OK 那工业上呢 是用夹蚊或者是煤炭红火 火红色的煤炭加水蒸气 就可以得自取氢气啦 所以 刚才自取氢气来讲呢 柳川儿 谁来了 OK 酸 上加酸 毛香余温 西 西农盐酸 也可以 盐 还是一定要 写盐玻璃棒 盐玻璃棒也是可以 连那个卑壁也是可以 刚才我讲的卑壁下流 主要是你不可以 直接倒 你不可以直接的水这样子倒 然后煎上来 非常危险 我们的装 我们的这个手法呢 都一定是盐玻璃棒流 或者是 杯壁 往下流 盐杯壁也是可以 OK 浓盐酸 呃 基本上 一个东西倒去另外一个东西 尽量的都会要用到这个 都会用这个 这个 玻璃棒 OK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我 因为还有剩两分钟 我讨论这个 课本的 题目了 选择题的部分 好下面哪一个是化学变化 蜡烛燃烧了 因为燃烧是属于氧化反应 所以属于化学变化 第二题 可燃性的气体 哪一个是可燃性的单质 原本甲烷也是可燃性的 但是它不是单质 它是化合物CH4 然后CH4 然后氧气不是 不是可燃 它是竹燃 还有的是碳 不是气体 它是固体 OK 那第三号呢 他就讲说哪一个是跟 电离生成的氢气离子 氢离子无关 主要是这样子啦 你要这样子看 氢离子 几乎所有的酸呢 解离都会有氢离子 那哪一个是 可能只有特定的酸 是有的一个性质 所以农硫酸是 易灰化呢 好像是只有农硫酸 是易灰化 还有这个硝酸罢罢了 那个硫酸就没有讲 它是易灰化 所以是不是所有的酸 都是易灰化 所以这个是跟氢离子 是没有关系 OK 那第四号来讲呢 点燃后会 爆炸啦 这个是应该是氢气 跟氧气啦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因为二氧化碳的话 就不 不助燃了嘛 它应该就不会有危险性 如果一个助燃 一个没有自燃的话 也不会有危险性 所以只有这个 Longi的这个 配搭 才是危险的 第五的话 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氢气在空气中燃烧 它是产生淡蓝色火焰 所以这个淡蓝色 其实很重要 不要随随便间 觉得火焰一定是红色 这个是淡蓝色的火焰 OK 所以错在这里 然后第六题 第六题 这个很好笑 很多学生 不懂得做 它是讲说要match 哪一个的性质 用在这个方面 所以比如说发射火箭 氢气可以作为这个 发射火箭的燃料 这是因为它的可燃性 排水机器法收集 为什么它可以用排水机器法收集 因为它难融于水 OK 所以这个是B 然后它可以填充在这个 碳空气的气球 因为它比空气来的轻 还有的就是 为什么它可以焊接金属 因为它产生了氢氧 氢氧烟 高温度高达3000度C OK 所以这个是ABCD 分别 也是顺序了 它的这个性质 好第七题 蓄电池里面其实是硫酸的 如果你递到大理石的话 大理石是碳酸钙 碳酸钙 碳酸钙 它遇到酸的就会产生二氧化碳的 气体对吧 所以这个 产生出来的这个气体 应该就是二氧化碳 第八题 如果有两个小烧杯 一个烧杯 一是紫色石锐 而烧杯二是浓硫酸 浓盐酸 那你会看到 一是有什么样的颜色变化呢 你就会发现到它会变红色 为什么 因为 你讲 我都没有倒过去 为什么它会 还是会变成红色 第一点 你要种的是 浓盐酸 它又会有很高的 挥发性 然后挥发了之后呢 它又会融在这个一号 所以这个一号呢 就会变酸性 然后它就会变红色 OK 所以如果你同样的问题 我二号不是放盐酸 我是放硫酸 但会不会有变颜色 没有 它可能答案就会变A了 对吗 因为它没有挥发性 这样我都没有放 我都没有倒过去 所以它应该还是会保值 会紫色 OK 所以这题呢 它的酸是很重要的 你要懂的是 因为硫酸 因为盐酸有挥发性 OK 所以挥发过去 然后可以 可以融过去的 OK 这是非常特殊的 OK 世界也差不多 我们 等下 等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Google Classroom 去加入 加入新的Google Classroom 还有两个 这个作业 跟历劫 每个人 请去做 OK 我要每个人都做 没有做的话 我 贊标